还记得在前一次为同学介绍的有九种最常见的考题的类型吗 那么今天的课程里面为同学介绍的就是Unit 1 关联字的部分 那么在关联字部分会为同学举出十个不同的题型来做练习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关联字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像Nation这个字 Nation我们知道是国家 那么这个字是名词 再加上Al这个形容词的结尾之后就变成National 它是国家的这样的形容词了 那么这个字National 如果我们加上不同的字尾 比方说像Ize这样的字尾 就变成了动词 就是Nationalize 国有化国家化这样的字 那么它还可以变成副词 也就是用National这个字呢 再加上Ly 变成一个副词的Nationally 而Ly呢是副词的结尾 那么在另外一种变化 也就是加上Ity 这样子的名词结尾的部分 变成Nationality 国籍 那么像这样的不同的字尾的变化呢 我们会在这一类的提醒里面呢 就会遇到你要做不同的选择了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第一题的部分 为同学来做讲解 好 第一题 We need to 控格 The language in this report It is too complex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 在这个报告里面的语言呢 因为它太复杂 它太complex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四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Simplify IFY 这是动词的字尾 也就是动词简化的意思 那么B Simple 简单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C Simply 紧紧的 因为它是LY 它是副词字尾 D Simplistic 过分 简化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词 放在这里才是正确的选项呢 我们知道 We need to need 后面接的是不定词 to 加一个原形动词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要选 A Simplify 这是一个原形动词 所以呢 答案我们要选 A哦 那么记得 need后面接 不定词的to 后面就要接一个原形动词